失眠 就是失眠 你看你的舌头是暗子 表面呢 它也是摆 稍微有点腻 就说呢 花痰活血 散结 其实半夏配上那夏葡萄 是做你的失眠的一个主导 同时呢 加一些活血 活血的你要单身 既能除烦 又能活血 又能凉血 再加上黄芹 清淡热 热一清 热不扰魂 热不伤神 不扰神 你就睡着了 失眠 就是失眠 你这个又痰又浴 有血 又有那个痰 痰又固结 又痰 痰又固结 低压月的50多 有时60 高压是 100年级 心率快 酒热多的都100多 这是痰又固结 月儿花热也简 睡眠不好 有热关系 但是我这个9个月 够折腾不呛 就失眠9个月 怎么引起 就是没太睡好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了 吃了药 吃了这个药以后 这一天就没睡觉 他那一天开始以后 就两天没睡觉 他也更自有缘一段 你安生气吗 对 有点安生气 气比较大 这段时间 气好多 您呢 我现在是眼睛有点问题 眼睛干涩 是吧 对 一个是眼睛干涩 再一个吧 现在有点怕冷的 你看现在穿东西 以前把它按成正厚 以前都穿金宝的一层 因为你有那个血液 和弹湿的存在 弹鱼护结以后呢 气急不利 气急不利后呢 不能推动血液 全身型的这个游动 游动 调畅 对 咱说你阳气不能通的 咱就跟水一样 水花花的 都就调整着 周而复始的 运转的情况下 你就没问题 人这都是健康的 当你有的地方通了 有的地方不通 这时候 有不通的地方就怕凉 通的地方呢 有时候怕热 所以说呢 就活血化瘀 同时呢化碳 你这年间阳气不是虚 你看你脉 不是阳气虚 而是有的地方是预热 预热浴到里边的 那我这个手脚平常有点 就是预热 手脚平常 那咱举个店 那阳气虚脉 不会是硕的 一定是城池的 因为阳气不能推动 你这事儿是预到里边的 预热化热了 但是呢 由于它是预气质 血瘀 而倒是不能调它 九个月失眠 吃了六个月左右 你现在有点太上心了 就是有点上心 有点太上心了 你可能不上心 慢慢也就要调过来 说病啊 才咳的时候呢 不要太上心 第一呢 调上气机 我这个吧 还感到倒霉 新冠的时候吧 那段时间 调了一段时间 调还调过来 就突然间就换医药了 没一来 就那段时间没医药了 感到那么倒霉的事儿 反正是 现在入睡困难了 现在才吃安眠药 就是胆热 你知道吧 有温 有热 你没热 你又睡着 还有疼 完全我这个安眠药不好 往下剪了 现在就吃半片 都不干嘛 往上剪了 四小碎就在这半片 卖呢是一个 咸 滑 略硕 加色 又淤又弹 同时呢 有胆热 对对 有胆热 咱组织啥 组织就十年卖 就是弹鱼护解 花糖活血 加黄金清热 就完事了 输干的呢 肯定存在一点 你给我输出肝吧 肯定输干 我这剁九个月了 我这弄保湿这样 已经不错了 其实咱举个例子 你没啥事了 是 我又觉得 我怕时间长 因为没啥事 你看你舌头是暗子 表面呢 还是白 稍微有点腻 你但不怎么腻 就说呢 花痰活血 散结 其实半下 配上那个下骨头 是做你的失眠的一个主导 同时呢 加一些活血的 活血的你叫单身 既能除缓 又能活血 又能凉血 再加上黄金 清淡热 热一清 热不扰魂 热不伤神 不扰神 你就睡着了